长行珠宝 百达斐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5年的10月8号礼拜四 首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天晚上的节目流程 我们今天上半场请到Villa来为我们讲解经济 还有利息 当然也要介绍一些现在非常非常friendly的一些program 在下半场是call in的单元 请到的嘉宾是蔡明芝 我们要谈一谈股票了 然后蔡老师每一天的blog写的 对于现在的市场的评估还有预测都是非常非常的神准的 好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上半场的嘉宾Villa 嘿 Villa你好 周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发生了几个经济上面的大事 我想对于要买房子还有重新贷款的人 又是一个福音 又是一个好消息 首先从联储局9月份不加息来替我们讲解一下 好 那首先我们还是利用这段时间的先把最近这个市场啊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data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最近市场一直是围着这个败的加不加息这件事情 是吧 那无论是涨也好跌也好 大幅的波动上下两三百点甚至于四五百点都已经看了好几次了 对不对 可能开盘的时候下跌200 然后收盘的时候上涨250 对啊 这么一上一下就是几乎五百点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就回想起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今年这个market整个的特点呢是波动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贯穿一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 整个市场是巨幅的这种波动 那原来呢FED基本上已经笃定了 就是说要在九月或者是十月的时候加息 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为这次加息做好了准备 但是呢突然间这个China的这个东西 这个数据出来以后太疲软了 是吧 然后呢再加上人民币这种大幅的这种贬值 一下就把这个FED计划全部打乱了 是不是 是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人民币贬值的事情 对于美国联储局不加息是影响最直接的 我也觉得是 所以就整个打乱了FED计划 他面对这种情况呢 他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才好了 再加上呢 除了中国的问题以外呢 就是欧洲也不行 其实欧洲还是在QE还是在负的 还是在基本上还是在挣扎呢 是吧 日本其实也不好 对 那你如果说你新兴市场 中国欧洲日本你都是很疲软的话 你美国真的是很难抑制毒秀 因为美国也有很多很多的跨国企业 是 是吧 所以呢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最近出来的数据呢 实际上就是周边世界其他地区 这种疲软反映到美国来呢 就是对美国的跨国企业和制造业影响是最大的 是 最近对服务也开始有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你review一下最近出的一些数据呢 你就不难看出就美国的抑制毒秀 就是被周边这些都是打破了啊 你比如我们随便说几个哈 一个就九月份非农非农人口增加只有14.2万人 这个比预估大大的低于预估 太差了是不是 是然后对于六月七月的南方period的增加 也往下调了 这个真的是真的影响太大了 然后呢 九月份的制造业的ISM指数 也从八月份的51.1下降到了50.2 这已经快接近这个分水岭了是不是 那还有呢 就上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也增加了一万人 达到了27.7万人 这是最近的一个高点 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些数字 那我们就感觉到 就说美国的经济确实出了一些问题 那在周边这些影响下 周边这些疲软的影响下 那我觉得就是你美国你也被拉下来了等于是 是吧 所以呢 这时候FED就决定九月份十月份不加息 这是肯定的 那么刚才我在讲之前还在跟乐乐talk 就是今年十二月加不加息也是问号的 问号 现在估计十二月份要加息的人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很可能今年就根本没有办法加息 但是这种情况是过去去年和今年年初绝对想不到的 想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那就是一个被拽下来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 那你的就是说你整个经济这么疲软 那FED也不加息了 又出乎人们的预料 突然发生了事件 所以最近的TBill呢就就往下走 然后呢利率呢又来到了一个比较新的低的水平 所以很多客人现在就进来做refinance refinance了 那现在买屋的人呢刚好是赶到现在的时间 利息也许就被code也比较低一点了 对对对 那像是贵公司的是一个direct lender手上的program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 现在今天的市场的利率是关于no point no cost的这种conforming小额贷款的利息 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那我们借乐乐的节目的跟大家go over一下今天就最近这条时间的利率 那我们先说conforming就是小于41万7的这个loan 30年的话呢我们no point no fee还是可以做到3.625到3.75 20年呢是3.375到3.515年呢是2.875到3.0 那么如果您的loan amount超过了41万7但又在62万5以下的话 那30年我们大概可以做到3.7515年呢大概会做到3.0上下 5年呢还是可以做到2.625到2.75 7年呢大概在2.875到3.0大家看这个rate 我觉得单就5年和7年的看起来这个loan amount稍有不同 但是利率都一样啊 因为现在呢实际上这对对这种arm的rate来说呢 实际上是portfolio的lender做最好 像刚才你说的我们的我们的那个direct lender 我们其中有两家呢他是portfolio 他呢就不是在卖给Fendi和Freddy了 他卖给他的investor 所以他的rate现在比Fendi和Freddy的arm的rate要好很多 那么也就同样如果您说您的loan amount已经超过了62万5了 是jumpel loan那30年呢大概在3.875上下 极好条件的人有希望做到3.75 15年呢大概在3.5上下 5年呢就刚才跟乐乐讲的 基本上也是2.625到2.75 7年呢对2.875到3.0 10年呢3.25上下 所以大家看这些rate其实是到了历史的一个最低点 哇哈哈这个真的是对于有房子的人 不管是屋主自住也好 investment property的利率我们待会来听听看 哎维拉 jumpel是从62万5一直到多少钱 可以到300万甚至于到500万都可以 depends你的lone to value 嗯嗯现在咱们这边房子太贵了是可是这些买贵房子的人他们也大部分有一个tendency就是他们也不愿意每个月背负着这个大额虽然是低利息的贷款所以他们的当配也至少都是50%以上了呃也看人也是看人情况对因为利率低嘛那你当你利率这么低的时候有的人虽然他有这个钱做当配但他也不见得愿意放这么多因为如果会有投资呢就会有这个大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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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有投资有投资能力的人呢嗯他拿二点多的钱他多买几个哎多抵大的完tax以后他才付的不到二所以他这个钱他去做什么都好哎所以他不见得愿意付那么多反而是不会投资的哎呦没有什么钱的人他就他就他就 不想要弄往往太大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去用这个钱赚钱这也是思维方式了呃我觉得还是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knowledge很重要嗯很重要好就是要在严谨还有保守的情况之下尽量用到leverage用银行的钱来理财来赚钱是的但是不要把自己push到都不能动弹了那个也是太紧张了一点对对对对要要我觉得是一个适度是比较好的的确是Vila那给我们推荐 建几个友善的program吧好那呃呃我们刚才给大家update他了哈大家看到这些利率呢实际上呃比我们历史最低点的利率可能只有一小步之遥了所以呢那也就是说呃实际上发的这次没有加息就给大家一个surprise所以瑞特也拉下来得比较多啊你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呢是一个什么好的时机呢就是说如果您以后不打算卖您的房子的话那是把他这个利率给他fix起来的好 因为大家原来呢很多人都是一直在想说不管怎样哪个利率低我就做哪个所以呢大概很多很多客人做的是五年的七年的那大概是2.625啊2.875啊大概这个水平可是呢如果您这个房子不准备卖长期的留下去那其实我们建议你还是应该把它做成一个30年或15年的是哎为什么呢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你现在你比如说做五年或者七年program 现在已经做了两三年了那么你现在可能只剩有的人剩一年半有的人剩两年半就这个有点危险就说败的越往后推加息的时间那么你剩的时间越短对那不可能美国的经济就永远这样就不上去败也不可能永远不加息因为毕竟他资本主义的这种他还是有他的规律对不对是的所以呢循环是的那总会到循环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不准备卖 轮往往又不大的话其实差一个percent或者差0.5个percent呢您的payment可能只能只差几十块钱所以买一个安心买一个保险那然后您就可以放心的高枕无忧就做一个30年大概现在3.6253.75几乎接近最低点那20年的话也是3.53.375那非常低的利率15年就更低了你可以做到2.8753那基本上就跟五年 七年差的很少差不多了但是呢您就可以买一个安心就不必再为这个发愁除非您说no matter我五六年大概我的房子一定卖出去那就不必了并且要注意的这个是no point no fee的对对对对对自己来讲是没有成本的对当然是要在趁利息低的时候要来做出选择一个program是对自己未来的计划是非常符合的那是最好了好这是个这是一个 一个好的program那关于出租房的rate的呢好那最近呢其实我们接到很多客人的电话呢就关于出租房这个利率那实际上呢最近呢有一些portfolio的lender呢他们非常友好如果您的loan amount是在大概三十七八万以上不能太小因为太小cover cost就比较难大概是三十七八万以上而您的房子呢这几年呢又涨了很多 那么也就是说当您的loan和您的房子价值的比在五十个percent以下的话他们给您的利率跟自住房几乎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来说您说您有一个四十万的一个房一个loan那么您的这个您就想带一个五年或者七年的那五年的话呢大概我们可以说到二点八七五跟住房自住房几乎就是一样的那七年呢大概在三点一二五十年呢大概在三点三七五 所以如果您是这样一种loan to value的情况那我们就能拿到非常非常低的利率几乎跟自住是一样的但这个program呢都不是Findy美和Freddy美的program都是investor都是portfolio的lender是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是的那么Villa的联络电话是40830750564083075056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知道如果一个贷款是Findy美或者是Freddy Mac backed和portfolio的lender backed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并且在这个时候呢portfolio lender他们敢于在谨慎安全的情况下冒多一点的险因此给的program又特别好了是的这个就是就是direct lender的优点了对对对是还有一些cashout的朋友们他们实在是很希望cashout的 cashout的钱利息不要太高同时他们就可以拿这个钱去买别的房子啦对对对这点呢刚才乐乐也说的就是说最近呢因为趁着利率低呢我们很多客人呢在做一些cashout的refinance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些客人呢就是拿了这边就是拿他自己在湾区的或者是在南加州的房子cashoutcashout的出来的钱呢他去周边的地方有的人是在买自己的vacationhome有的人呢是买自己的vacationhome 退休的房子有的人呢是在买自己投资的房子因为呢您这个这个钱呢从您自住的房子里来拿出来呢他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大概呢您自住的房子拿出的成本都是2点多3点多哇哎那么您如果一个7年的话也大概是3所以呢很多客人就把他现在的房这个钱拿出来以后呢您拿出来的钱然后您还可以用这个3左右的利息2.875的利息还可以抵达tax所以最后您的成本可能只有2 那他拿这个钱去干嘛呢据我所知刚才除了买vacationhome和退休房子以外还有的是给给自己小孩子做学费的还有呢买那个annuity的还有买那个什么叫做多重保险的还有买年金的那还有呢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其他的一种一种这个financial planning所以的话呢就是最近的蛮多的客人拿这个钱主要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拿这种 最便宜的钱然后去赚钱我想就是说用钱去赚钱呢真的是我们在湾区的这些engineer要上的一课必须要知道并且一定要起而行之刚才Villa提到的用cashout的钱来做这些花销的标的物呢我听到的是有用低的利息来还比较高一点的利息的比如说现在student loan也都是6或7了对啊所以你借的钱只有2 或者是2.5到3那至少你就省了一个3到4个percent对或者是你买了一种annuity或者是投资型的人寿保险的话那他们有一种保本然后有上涨的价值你可以完全capture的也就是利用了低成本来买了多重的保护的意思其实呢这一点呢就是Villian Buffett他在去年就说为什么大家不排队到银行去借款其实他不知道 就是说现在呢真的借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很多很多人都想借钱可是呢有的人没有downpay有的人呢这个这个有bankracy或者是short sale的历史有的人呢income不够总之是种种种等的原因他借不到而很可惜的是我们华人呢就是说自己明明能够借到这么多钱他就偏偏不愿意借钱然后等到真正事出了以后了这个时候就一千万 而且都完了是好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进一段工商资讯了Villa的联络电话是408-307-5056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信心的保证请致电Vil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应小雨点基金会邀请于10月11号周日下午2点到5点半在Cupertino的Queenland Community Center举办防亚健康防大病防癌免费健康奖座欢迎参加现场赠送免费一诊券 报名热线电话650-350-1863650-350-1863 以领取Social Security Benefit的人中76%的人由于规划不当生平会少拿几十万的Benefit还没有开始领取的您是今后不经意的重蹈覆辙呢还是现在就学会如何避免几十万的损失呢 应途财富提高Social Security Benefit的七大秘诀专题讲座10月11号星期日下午2点报名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或致点408-586-9969-586-9969报名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毕业于史丹佛大学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张东豪投资四面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洽询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Rebecca Lin提醒大家节约用水 让我们一起共度加州干旱难关 Rebecca Lin愿意和大家免费分享房屋买卖经验 请致电408-720-6800-408-720-6800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an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或上网loanontime.com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650-678-0718恰谈详情 本节目由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Simon Chu赞助播出 联络电话888-746-668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Villa你好 乐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高兴呢有很多的华人现在已经渐渐意识到 尤其是生活在矽谷湾区 如果自己房子里面的equity这么多要善为利用 谨善的利用的话就可以用cash out的方法 拿出来做各种各种的投资 或者是用低利息来代替这种高利息的借贷 那除了这种方法之外还有哪一些是可以挑选的program呢 好那刚才接着我们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说我们华人的一向是非常勤俭的 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呢 就是我不借钱我没有带的 OK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呢您可能要是当的去调整一下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适度的 还有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呢除了您用您自己的labor 辛辛苦苦工作以外一定要学会用钱去赚钱 因为钱赚钱太容易了 您自己赚钱太难了 又太少了 你比如我们举例来说啊 您一年赚二十万 一年赚二十万您刨了税以后拿到家里边的钱 可能只有十四万左右 对不对 然后您拿进来 您的十四万除了pay mortgage供小孩弄家庭的话 我不知道还能剩多少 哎呦很少哎大概也就剩个一两万而已 好那就算您非常勤俭 您一年能够存两万块钱的话 您十年才算才算二十万块钱 对吗 但是我告诉您 如果两年之前你在三欧塞任何的地方 闭着眼睛买一个房子 你至少是赚了二十万 有些的可能赚了 我们知道多的哈 你要再跑到阿头 可能就赚了五六十万七八十万 所以就说您这个勤俭是好的 可是一定要做这个功课 因为你不做这个功课 你身边的这些good opportunity 你没有抓住的话 一辈子都不能finance 都不能freedom 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因为乐乐在问 就是说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就是其实我觉得呢 你应该适当的变换您的program 还有一个变换您的long amount 那我们举个例子 就最近我们的一个客人 就听了非常非常难过 他呢是个台湾来的一个engineer 大概赚十几万的块钱 然后他太太不工作 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那满典型的华人家庭 非常非常对 然后呢很勤俭 当时呢他买了一个一百多万的房子呢 就带了一个四十一万七的long 那当时我们就劝他说 你应该多带一点 稍微多带一点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有一点钱在手里 是吧 然后呢你也可以去买别的 或者你就放在手里 对吧 你就你就没有急招嘛 有事的时候 那他坚持就是我不要 我就要到一个小小的long 这样的话我没有负担 结果最近查出来癌症 而且是一线癌 那一线癌呢公司 公司呢只给他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说你可以拿百分之六十 然后他就要进入disability 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家庭 马上就no 马上就没办法运转 因为他还在不工作 你这点钱进来 你就算四十一万七的long 你也不够配啊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钱在银行里边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卖房子 所以如果当时他 那就雪上加霜 对如果他当时带了一个六十二万的 他可以带八十多万呢 你带六十二万的long 你手里留了二十万块钱 那么你可以支撑两年三年 都是可以的省一点花 对不对啊 再加上你的一些福利 那现在就逼到墙角 就是不卖房子 你没办法维持 所以呢最主要的问题 不在于你有多少dead 最主要的问题 在于你有多少cash floor 你看看有多少钱 你能撑多久 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必须有余地 如果当时你带了六十二万五 你还有另外的钱去买一个房子 这时候租金进了也能帮你 总之如果你做任何的一个financial planning的话 那么你两三年之前 不至于此 对你两三年之前你买的这个房子都不至于到现在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听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心痛 是的 像他那个情况 如果当初有多买一个另外的出租房子 碰到他现在的情况 他大不了就把那个出租房子先卖掉 你如果买两个更好了 你卖一个 然后你木屋 你保住 暂时保住了自己的这个房子 或者你退一步说 你搬一个小房子去 也可以搬到出租那个房子 然后你把这个大房都卖掉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一旦有一个planning 你知道自己手里有多少钱可以撑多久 尤其是single income 或者你买一份保险 对于single income也没有多少钱了 对吧 你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你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觉得呢 就是说你要不你就变换program 让payment的比较低一些 你可以handle 或者你把它固定下来 或者你就是要有计划 拿这个钱多少去带loan 多少去买房子 多少去买investment poverty 多少去买你的你的insurance 总之你有一个好的planning 这样的话呢 你的情况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大不一样 所以我们听说朋友听到这个地方 就觉得vila 他不但是一个在loan方面的 very senior very experienced的loan consultant 他们自己公司也是direct lender 手上呢 有有portfolio backup的这种loan 所以他的program就更灵活 同时也听得出来 vila其实他是一个全面的财务的 有经验的 替大家分析的loan consultant 也可以对您事实的提出一些 他宝贵的意见 但是听不听还是在个人 对对对 那另外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一个 换program的问题 因为最近呢 就是有一些客人呢 也回来 主要就是说 他们原来那个floating的一些rate 他已经到期了 就是说你等于是说一直flow 因为前一段时间是比较低的 每年的利率大概在2.875到3.0左右 但是呢 明年可能file的不会再不加息了吧 对呀 对 所以的话呢 如果您还是floating的rate的话 现在一定要回来趁着低的话 赶快固定一个五年或者七年 把program换成五年七年 甚至于 对 甚至于如果您落望不大的话 就换成一个15年或者30年 总之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 给您提一个方案 看看能不能帮您 就是说避免以后的这种后顾之忧 是非常非常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金玉良言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请v了 因为贵公司也有房地产的部门 最近的房地产 因为最近报告的一个二手屋的销售 全国的数字是在八月份是下降的 那到了现在这个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应该是比较趋向于买方的市场了 对对对 是吧 那这样子看到我们这个附近的房价 可是我没有听说房价降下来 现在是这样 就是整个 因为我们做很多purchasing loan 那所以呢 我们接触的就是说 就会间接的去 像我自己会间接的去了解 这个市场 那我们公司呢 有很多非常successful的realtor 那他们呢 就每个星期都去拿房子 有的人一个星期拿两个 有的人是每个星期拿 对对对 那listing也有 帮客人买房子也有 那现在真是一个好的机会买房子 为什么呢 第一利率是在低点 对 第二 现在从季节上来说 大家记住 每一年从二月份开始 一直到五月份六月份 都是crazy抢的时候 对 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就cooling down的时候 现在的价钱比年初是soft 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有的大概便宜了大概五六万 有的地方便宜了十几万 有的地方便宜了二十万 对对对 所以depends不同的地方 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房子当涨到一定的情况的时候 你二百万以上的房子就不太拱得上去了 除了Platto这种地区 那大部分地区 你二百万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limit 反而是什么呢 大家开始买比较小的 比较便宜的 自己又能够for了的 比如说一百万的呀 比如说八九十万的呀 比如说一点二一点三的呀 Cupertino 小破房子 大家开始抢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看到就是说 大家比较务实了 我觉得有点有点阻力往上拱 就是说因为你毕竟买二百万的房子 你的当payment也要需要这么多 然后你每个月的payment的量也很大 所以的话呢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中低价位的 还是keep的比较好 中低价位是一百五十万以下 中低价位是在不同的 比如三号C的中低价位 大概就是八九十万 八九十万算是中低 是你比如Cupertino的中低价位 就是一百二到一百四 对对对 所以的话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捡到自己还可以Ford的地区在做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就是说 如果您准备买房子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您就不要拖到明年 因为明年春天又会crazy一段时间 抢房子 对所以尽量在今年年底之前把它解决 还有十月十一月还有两个多月 所以也有可能能买得到 那趁着利率低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 OK非常感谢Villa 给我们做的贷款的仔细的介绍 以及房地产的环境的周边的这个讯息 非常感谢要联络到Villa网请致电408 307 5056 408 307 5056 Villa祝你晚安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乐乐 我们下个礼拜再下一个月再见 拜拜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接着我们要来谈谈股票了 现在我们就要来跟蔡明芝老师连线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Maxfield Cupertino 汇聚湾区房地产贷款精英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快速便捷 互助文化 专业诚信 地产贷款并重 欲满湾区 强大的Long Processor 帮您解决贷款问题 最佳的Manager带您走向成功之路 加入Maxfield 您信心的保证 请致电Villa王408 307 5056 408 307 5056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对于现代家居装饰来说 好的画框就是画的衣裳 可以显出画与居家的协调 而画框的选择显示出主人的品味 家居环境搭配和和谐是最终的目的 没有画框的家居世界也显得苍白 一副漂亮的画框或设计得当的镜子 不但提升了生活的格调 增加卖房的价值 搬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走 中西画框 即技术与艺术为一体 价格合理 请光临 Nice and Right Framing 中西画框 1080 Saratoga Avenue Suite 10 San Jose 电话408-246-9119-246-9119 家长们 面对越来越竞争的大学申请趋势 您需要的是真正有实力 有经验 年年创造出最高名校录取率的升学机构 全方位的来协助您的子女进入理想大学 哈佛全方位 聪明的家长 智慧的选择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十家分校全部直营 408-725-8882 725-8882 510-354-8888 354-8888 盘石理财 稳弱盘石 诚信可靠 专业用心 以客为尊 匠心读运 欢迎预约 免费咨询 Cherry Pan 洽询专线 以877-858-9858 打造美好未来 编织财务远景 盘石理财与您同在 共同携手 创造美梦 盘石理财一定竭尽所能 替您分忧解劳 提供诚信中肯的专业分析及建议 心动不如赶快行动 拿起电话 打拨盘石理财的服务热线 1877-858-9858 百年难遇超低利率 银行融资高达三倍 即可倍数增值 保证零风险 善用税法7702 享受百万付用的 免税终身收入 由保险理财 穷妹赵世文 赛免区 独家推出 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名额有限 将快截止 请把握时机 最佳致付理财规划 尽在今天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Simon888.com 能让手机和Pad 更酷更炫吗 能让屏幕变透明吗 能让正反两面 飞快打字 玩游戏 看见幕后手指吗 Handscape Handy Case 让您梦里都笑醒 快去享受 Handscape 全球首发智能机壳 Handy Case吧 Handscape Handy Case Handscape Handy Case Handscape Handy Case Once you have it can not live without it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 Handscape.com 查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蔡老师 Benny你好 老家好 在今天礼拜四 三大股指是低开的 在随后的横盘震荡里面 道琼斯 还有标普 摆的指数 跌幅就慢慢的收窄了 在中午12点左右 产生小量的涨幅 但是随后继续下跌 纳士达克的指数 也持续下跌 然后呢 在中午以后 随着美联储局会议的记录的 这个发布的临近 市场开始出现波动 道指再度的转跌为涨 截至收盘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 上涨138.46 今天收在17,050.75 涨幅为0.82% 标普500指数上涨17.6 爆2013.43 涨幅是0.88% 纳士达克指数上涨19.64 爆4810.79 涨幅是0.41% 看一下交易量 本周的今天的交易日呢 纽约成交所 成交了8.94亿股 纳士达克交易所 成交了18.3亿股 交易量是稍稍偏大的 好 Benny 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 在最近几天的blog里面 您已经说几短期 现在的市场是超买的 那么今天造成市场 尤其是道琼斯 标普500都已经攻克了 17000点 及2000点的这个关卡 主要原因何在 原因主要的还是我想最重要的 还是就是说当然是利息暂时不佳 这个是基本面的 然后就是以sentiment来说 那当然是还是很bearish 大家就是bearish的话呢 你越是bearish的市场越涨 然后就technical的话呢 就是说有几天 它那个成交量很不错的 就是 你要是看一下 那个issue unbalance issue unbalance volume 成交量都蛮大的 所以呢 这三样东西都是利 就是利多头 所以呢 这个市场呢 就是 就是在那个最近呢 就是 其实这个市场呢 今天是第八天 就八天以前是一个底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是觉得就说是五个浪 我是用五浪 是五浪法 就这个五个浪应该complete 那么就是 你说五个浪complete了 对 就是下来 下来就从 就从了七月的时候开始跌 OK 然后就说有一天 不是跌了1000点吗 几个礼拜前 那个就是wait three 然后就有一个反弹 反弹了三个礼拜 然后就是跟着就再跌一次 就是在八天以前 有一天 就是礼拜一跌了三百多点 那一天 其实就是 就是大了 然后礼拜二呢 就是 还是有点遥遥晃晃 收盘呢 就已经就说是涨了 有些指数 再还小跌了一点 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呢 就是市场就涨 那么涨了八天 八天呢 就是说是 很多人呢 就是 就意料不到 就说是 按这个市场的外面的情况还没有转 尤其是有一天出来那个那个 那个 job report 就是呢 就是呢 non-farm payroll很差 早晨跌了一百多点 可是呢 就回头还倒涨一百多点 哈哈 一来一回 啊 涨了两百点 一来一回差不多 差不多三百多四百点 dramatic 跌两百多点嘛 跌两百多点又回回回涨两百多点 四百多点的会 就说一来一回不得了 那所以呢 就是就是有的时候消息呢 是规定 就是说是 就是就是说你要是 就是看着消息来来做的话呢 就是还是还是不打心 主要是消息对于投资人举动的影响 这个才重要哈 这个就完全显现在股票的上涨下跌了吧 对对对所以就说有很多因素啦 这基本上三个因素 一个就是基本面 一个就是技术性面 一个就是sentiment 那么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我一直去说 拿来用来那个 来那个预测这个市场的 当然也不说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 哦最近非常非常的省准呢 啊哈哈 对啊有几点最近呢 就是我是靠的 一个呢就是油价方面 我是觉得油价 我是讲了好几次 我说油价呢就是到了底 那么就是这次油价呢 是其实是比市场还要早一点 他们呢是在哪一 就是在8月中的时候 跌1000点那天 市场油价就到底 8月24号 对 那个那天呢是油价跌到40块 那么大家那个时候呢 就很多人都说要跌到20块啊 什么样啊 就是说回教计划回教结果呢 就是那天就是底了 那现在呢就是油股呢 就是那天的Chevron呢 我也提过Chevron这个股票 那天就跌到70块 那么今天呢是几乎就是90块 今天到90块 收盘是89块多啊 嗯嗯 所以最近的油股涨得很凶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想来想去 就是说还是买点 有股息股息就是说是最好的 现在你要你要有一个股票 就是现在的价钱也有5点多的percent 嗯 这种就是说是比较稳的 并且有的常常他们有的时候还加一点股息啊 Oil Dutch啊 Exxon Mobile啊 Exxon的这种没什么高啊 不过就是Chevron啊 Conecalf 每一年都有加 今年会不会加我不敢讲 不过呢 我想减可能不会减 所以呢 就大家还是看着股息上面 你现在的利息这么低 你放哪里呢 这个钱 有哪一个东西可以 当然有6%的那个dividend 对不对 所以呢还是 大家还是跳进去 那么 当然Chevron呢 就是说还是有点 他的其他的因素 他们有一个project 在那个Australia 就是说这个liquify natural gas 那么就是说这个project呢 快要完了 大概还有一年 玩完了以后呢 是他们会 运那个liquify natural gas 到日本啊 到中国啊 因为大家都现在都开始 对那个 对那个污染方面 比较 大家开始注重 中国就是说 以后可能 找那个煤的 烧煤的发电的 可能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对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 其他的嘛 就是市场的话呢 当然是有股息的 那个 还有一点 今天我在blog上面写的 就是我是觉得 这个市场呢 不单单只 就是说是油 油 油是到了底 我觉得就是那个 最近的话呢 就是那个 emergent market 新市场 对对 那个应该 应该也是 也是 也是到了底 那么 看看 EEM造成了一个 W的双底的情况 今天有一点 跳空上涨 收在35块 7毛8 对对 我呢 说短期的话呢 是涨了1000点 昨天我已经在叫 就说 有可能 有一点 几短期overbought 那今天又上涨啊 对 那么现在涨了1000点 今天还是涨了 就是涨了1000点 今天是第8天 那么 有的时候呢 就是 8也是一个 Fibonacci number 对 对 没错 那么 所以呢 就是 这个 有可能 就是今天 可能有点点top 也不一定 那么 回头 回头 就是说 correction的话 就是说是 pullback的话多少呢 我想大概三分之一呢 啊 就是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三分之一的话 可能就是三百点左右了 三百点左右 如果说pullback 三分之一的话 是买点吗 是买进的时候吗 应该是买进的 应该买进的时候 到底我也不敢说 一定是三分之一 不过 如果你三分之一买进去的话呢 稍稍走一下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嗯嗯 好 那如果这一波 还要持续几个礼拜的上涨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纯粹是从技术 图表熟浪看出来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面临的 报告第三季度的业绩 大公司里面 调低自己的earning的公司 是比上一个quarter还要多哦 那这个如果搭配了 基本面 您还是这样子的看法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当然是有些是不大号 不过他们有的是很老实 他们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好像那个 好像那个Yam Yam 那个 Energy Technology Caterpillar 他们都出来讲了嘛 就是说不大号的 他们已经 现在都他们应该知道了嘛 嗯 所以并且要是下一个季度 就是说最后一个quarter不大好的 那他们也出来讲 所以呢就是有的 有的它已经是 就是说已经股票也跌下来了 OK 就是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为什么最近的股票跌下来 可是呢会有一些股票呢 就是还是很好 就是说最近出的 好像那个Micron呢 反应不错 好像那个Nike 也不错 所以呢 就是说是有好有坏 就是说整体来说呢 利息要是很低的话呢 也许就是当现在还是很低超低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股票的evaluation 你要少要给高一点 那么所以呢 就是 虽然说PE 你说现在 就是说是 就是next year的PE呢 他们算下来大概17左右 你说很便宜也不是 你说很贵也不是 所以呢 这市场呢 就是说是 当然PE是很难说 因为那个 要是你根据那个 Will Price 那个Robert Schiller的话 他是觉得 那个PE是10 year average的话 差不多是26、27 对他来说是 他是觉得太高 对 他这个呢 他这个 就是说是 那利息不涨的话呢 我是觉得这个市场呢 就是 还是应该 应该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好好的rally 就是很有可能 会有一个新高 OK 那新高 会发生在今年年底吗 嗯 或者是before年底 我想可能会 take a little bit longer 可能会时间比较久一点 好 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我们在这边先做一个 预先的announcement 就是 我已经郑重邀请 蔡明志老师 并且benny 蔡老师 已经答应了 我们将要在12月初 12月6号 要请到蔡老师来开班了 那这个是最第一手的消息 今天第一次公布 那要讲的内容呢 也是股市的操作了 基本面技术面 还有投资人的心理 再包括鼠浪 这个都是在课程包括的中间 那上一次在开课的时候 就是因为已经额满两次了 所以我们就答应朋友们说 今年年底之前还会开课 那么这个该deliver 我们已经对投资朋友的promise 的时候到了 所以呢 请就持续的关注 我们正式的广告出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抢先的来报名了 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听众朋友 我们开放call in 欢迎您打电话来询问您至爱的股票 6509682000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北京中医药大学 麻仲学博士 应小淤点基金会邀请 于10月11号周日下午2点到5点半 在Cupertino的Queenland Community Center 举办防亚健康防大病防癌免费健康奖座 欢迎参加 现场赠送免费一诊券 报名热线电话 6503501863 6503501863 不论您追求新辣新奇刺激的川菜也好 还是您向往平和俊勇适口的卤菜也好 川卤人家绝不会令您失望 川卤人家呈现传统的经典的 及时下流行的菜肴 我们的新菜有 紫浆辣米牛蛙 老妈提花汤 鲁味炒宽面 干锅猪手 以及广受欢迎的大盘鸡 酒转肥肠等 并将持续推出更多的新菜色 川卤人家在Santa Clara 夹Lawrence Expressway 和Homestead Road 电话408-564-4958 564-4958 崇尚时尚生活 装饰讲究与居家环境和公司的美化效果 不同类型的镜框 达到不同的视觉感受 不论是追求一份全真 留念童年的生活 旅行经历 学业文凭 执照证书等等 中西画框帮您保留人生记忆 保护重要文件 中西画框及技术与艺术为一体 价格合理 请光临Nice and Right Framing 中西画框位于1080 Saratoga Avenue Sweet 10 San Jose 电话408-246-9119 Franc留旧金山看新建高级公寓巴士团 每逢周六上午11点 在Cupertino永和超市前 组团前往参观 机会难得报名重述 请Email登记预定座位 Franc留1268 at gmail.com Franc留1268 at gmail.com Franc留1268 at gmail.com 好的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Benny你好 大家好 今天的问题很多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回答 刚才Benny提到了一个Nike Nike 绝对没有受到 尤其是在这一波市场调整的影响 虽然它在8月24号 也从115跌到了95块 但是现在很快的 就已经又再度的回到124块7毛7 那朋友们问到 Nike这种股票它的图表 看起来它是不是还是持续上升型 应该是市场好的话 它还是应该是往上涨 当然是你这种贵的股票 你的percentage不会太高 要是你是买了那些低价股票 最近我也提到过那个3D printing 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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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还有一个叫V件 这个就是4块钱涨到6块多 那就这个percentage厉害 所以呢 要看情况 就算是最近的话 当然还是比较稳一点的 speculation 还是有股的涨幅满 还不错 好好好 那朋友也在问到这个UWTI 就是三倍看涨的石油的ETF 朋友问到的是它的阻力在什么地方 它已经reverse stock split 是one for ten 所以它现在的价格是UWTI 现在是13块6毛5 今天上涨了8.51% 这完全反映油价对不对 对 对 这个呢就是这种 这种呢是triple的 这个里面呢 就是它有很多premium 这个premium会shrink的很厉害 所以呢 虽然说是13块 其实等于重圈的1块3毛 所以呢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千万不能长 就是说是long term hold ok 因为它会evaporate premium evaporate的很厉害 那么它中间到底是怎么算的 哇我们今天不讨论了 就是它premium 还有它里面有future的一些东西 在里面的 所以呢就是 短期的话呢 我是觉得这个 因为它这个油价的话呢 我觉得大概top可能是 最多涨到60块左右 ok那到底怎么样涨法 是不是现在最近呢 是好像这一波比较厉害 所以呢我想 因为它是从差不多10块钱 低过10块钱一点点 涨到现在13块8分 也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是我是情愿 你买一点那个co option long term co option 买一点那个有股的 买一点那个chevron的 可能还有那个机会 还比较好一点 嗯嗯嗯 如果比较short term的话呢 就是当然是option也是很危险的 我不是说是来推荐的option 不过呢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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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这个这个东西呢 是绝对是 他们是那premium很很大 就是会evaporate 短期的话呢 我觉得最好不要追了 就是让它什么退点回来 市场退的话 它退点回来 我想在10块左右可以买 要是你真的要买的话 10块就是以前的1块 对对 千万不能厚长期啊 好好 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听众的问题 Yahoo YHOO 32块4毛6 朋友问的问题是说 多少钱可以买 那多少钱可以卖 他又问买又问卖 对 他呢就是 我觉得现在买卖 不要卖了 因为他也跌得很惨 因为是 因为阿里巴巴的原因 那么就是 那么现在阿里巴巴呢 就是他们 他觉得就是 还是会spin off 给那个 给那些holder 那么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 他们就是 到底是 政府是 算这个是tax free的spin off 还是要交税 他们是希望是tax free的 不然的话呢 Yahoo要交很多税 所以呢就是这一点 那么现在呢 他们是还是决定要spin off 给那个 卖后者的 ok 所以呢通常一般的话 这种spin off 应该是tax free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有这种问题 啊 不过当这方面我也不大懂 不过呢就是 但是纯粹 以这个市场来看呢 就是他的价值呢 就是 现在这个价值 32块不算贵了 ok 因为他 因为是阿里巴巴加在里面 这些本身Yahoo Yahoo Japan 他们已经算过 就是加起来的话呢 应该是大概值了 38 40块 是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呢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这种价位呢 啊我想可以hold一下 不要不要买了 好下面是chesapea energy 代号是chk 今天是9块3毛1 这个呢就是 这个我是可以说 就是最近的话呢 油价要是bottom的话呢 当然是natural gas 也是跟着bottom 所以呢 他最近也是长得不错 当然跌的很惨 这种股票呢 为什么跌的这么惨呢 主要是因为它是 就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那个bouncy 不是说是very strong 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carry很多 debt 又有很多债 ok 这个chesapea bay 不过呢就是 谁有很多呢 是car icons 他有很多 所以呢 又是他 最近的走势不错 就是说一个 你想想看 这个 从6块多 你想长到9块多 50个percent 对不对 你这种nike的话 也根本不能比 所以呢就是 短期的话呢 可能会少退一点 不过呢我想 最近的话呢 我是觉得这种 natural gas也好 all也好 其他comodity也好 应该是 转期来说应该会有一个好好的反弹 所以应该可以hold的 好 Tesla Tesla今天是226块9毛1 今天下跌了5块05 它是跟大盘走势是不一样的 TSLA走势如何 这个股票呢 比较难搞 因为呢 是这个股票 第一它不算便宜 不过呢 它当然是 它就是说是 它有好几部新的车子出来 它这种是event driven的优点 那么就有消息 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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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跳跳跳 那么现在这种价钱呢 你说很便宜也不是 很贵也不是 所以 这个比较 比较难 我是这种股票呢 比较speculative 所以呢我是觉得 买一点点 买一百股啊 这样子 放着看看呢 就可以 因为是Elon Musk 到底还是是一个fit 就是说是很有很有天分的 那么你就相信他 就是这样子 Apple是下面一支 AAPL今天也是下跌了 对于Apple 有些分析师说 它今天是一百零九块四毛三 如果是跌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 就可以禁它 那Benny 你怎么看Apple 很差也不是 可是呢是 它最近走势呢 就走到比较差一点 对 那么 当然是Apple 最大的问题呢 是overown 就说是太多人有 大家都看好它 那这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说你要买的全部买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新的钱再推进去 就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这股票呢 我是觉得就是有其他的high tech 当然是Apple的话呢 它常常有新产品 不过就是我觉得 应该 你说很差 因为它现在也有点股息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体来说市场好的话 我现在有可能涨回到一百三了 这样子有可能 好 下面是Netflix Netflix 是在7月15号的时候 一股分七股 今天收盘价格是一百一十四 又上涨了五块九 等于百分之五点四六 请评论Netflix Netflix 它这个股票 我想大概一百三 那这样就做了 现在的平均线啦 都是很多的指数和个股 呃都是在两百天均线之下耶 所以现在只要有一个悲观的风吹草动 投资人的心情就非常的沮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太唱唱好这个市场 有的时候也是心里 如果没有主心股的人 也是会对自己一直左想右想 呃什么Race Cash至少百分之五十啦等等 这种说法哈 呃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 来谈一谈策略的问题 来回答再来一个问题是Qualcomm Qualcomm的已经抵 然后反反弹到了现在的五十七块五毛八 Qualcomm它的Balance sheet不错 蛮clean 不过呢最近当然也是也是跌的蛮厉害的 呀它是裁员的消息咯 裁员消息啊 其实生意找到差一点呢 我想应该涨回涨回去的话呢 大概六十四左右应该没有问题 好 GE是今天能够回答最后一只股票 GE28.09 GE呢就是不要忘掉 就说那个Jeff Emmett就是他那个CEO 自己在25块的时候 呃就买了好几十万股的 就丢了几百万下去 所以呢这一点大家要考虑 最近呢当然是还有一个Hash fund 他们投他投资了2.4 不到2.5个Billion 大概是1%的G 股票很多 外面呢就是说波塔也买了一点 那么这个这个呢 其实是美国的Industrial ok 那么最近也是算是涨了一点 想要回一点的话呢 我想在26啊26块半啊 买一点的话应该应该可以股息也算不错 好分析策略 呃分析策略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呃 现在的Sentiment呢 还没有导致说是可以call top ok 呃曾经就说是8000以前呢 是very bearish 就是bear跟boo呢 比起来bear要多10% 通常这种呢就是要 要take a few months 这个Sentiment才会转过来 表示利息不佳的话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市场会呃 是慢慢就是再过个大概五六个月 可能会创新高 可能还要新高还要多一点 那么短非常短期的话呢 是有点overbought 退的话呢 要是退了三分之一 就是退个250点300点呢 就应该可以就是有进场 你要speculation的话呢 你看我的block 我就告诉你 就是说你可以speculation diversion market啦 comology方面呢 都可以 好感谢Benny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拜拜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你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 应小雨点基金会邀请 于10月11号周日下午2点到5点半 在cupertino的queenland community center 举办防亚健康防大病防癌免费健康奖座 欢迎参加 现场赠送免费议诊券 报名热线电话 650-350-1863 650-350-1863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